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這一場的主持人邱佳儀 好 那這個我們還有20分鐘 但是我們如果大家問題踴躍的話 我們就可以向這個主持人 或向這個主辦單位多爭取時間 那就要看各位的表現 如果各位發言踴躍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正當性來爭取 好 那現在開放現場的問題 來 請說 對 剛剛你舉手最快 不好意思 我是想 我是想問一下就是 比如說當初的318學運 不管是公佔行政院立法院 或者是後來隔年的那個學生衝戰教育 我想問一下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公民記者 我拿著我的智慧型手機 然後我到現場 就我在家裡準備好智慧型手機 然後我掛一個牌子說我是公民記者 然後我衝到現場 然後當警察要進來抓人 要驅趕學生的時候 我說我是公民記者 我在報導新聞 我在寫稿 那警察可以逮捕我嗎 因為我覺得專業機構的記者 我個人會覺得專業機構記者 他們會受制於他們的專業機構 所以記者在現場 我個人願意相信 他真的會回去 他會把新聞回報給他的機構 可是那公民新聞 我怎麼知道 這個先生這個小姐 他在現場他真的是個記者 他搞不好 就只是想要現場拍個照片 回家炫耀給他的朋友看 就是說 我當在一個抗議現場 我怎麼知道這個人 我是警察 我不知道這個人 到底是一個公民記者 還是一個看熱鬧的人 想請問這樣的界線要怎麼處理 謝謝 非常的尖銳 那我想 我們剛剛所談的 我想 會比較牽涉到智德跟阿邊 阿邊是作為一個公民記者 智德是作為曾經思考過 跟被圍剿過的人 好 那是不是兩位 都談一下 好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以太陽花學運 或者是那樣的來做切入點 那剛剛我提到 我一直認為說 公民跟公民記者 我覺得是沒有界限的 公民記者是什麼 誰在定義 不是大學教授 我覺得 是我們自己在定義 什麼是公民記者 當你投入了這個公民記者 PayPal公民記者 我們在報什麼新聞 之前我剛剛提到的說 哪一則新聞算不算公民新聞 因為我們一直在上課 聽專家講什麼是公民新聞 什麼公民新聞 不是你們告訴我什麼是公民新聞 我覺得是我們自己在定義 什麼是公民新聞 我們看新聞有些是看 當然沒有錯 你說公民公眾的事物 比如說今天 我本身是學地質地質的 比如說我們到一個 也有地質公園 地質公園這麼好的地方 那我用知識性 新聞性的方法 來報導這個地質公園 讓更多人知道 台灣的美 台灣的好 尤其剛開始 那個錢林就跟我講 你的小新聞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那這個論點 就跟教授講的 就不太一樣 公共的事物 可能就是所謂 政治那個角度 那個方向 那只是說 今天在我的角度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所以之前我回屏東 菜飯的 一個菜飯在賣菜 鄉下 我們在這邊 超級市場裡 哪裡都可以買得到 那我到鄉下去之後 菜飯每天到地方來賣菜 我很感動 因為要買菜不容易 菜飯車開到哪裡來買 那我報了這個新聞 那這個算不算公民新聞 所以一般 所以之後我就跟我自己講 公民新聞可能有 政治的公民新聞 可能有所謂 體育的公民新聞 有可能甚至是 知識性的公民新聞 我是這樣的認知 所以說 我認為說是 也許不用分得那麼清楚 公民新聞 是我們自己在定義 公民記者也是 我們自己去報 公民記者的人 我們自己在定義他的範疇 這是我的認知 謝謝 謝謝 這件事情其實 你那個問題其實當時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 當時這個台灣 這個記協為什麼要跟警察 就這個事情有一些對話 其實最初解決的其實也就是為了這個問題 那我這樣講 就是說今天 你在現場的人 究竟是一個抗爭者還是一個記者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你是坦白講是很清楚可以分辨的 就是說 今天譬如說是一個靜坐抗議的現場 那參與活動的人 他就是在那裡靜坐抗議 不管他該不該進行政院 那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他就是坐在那個地方 或者他在喊口號 或者在什麼 但是如果你是在一個採訪的人的話 你就不可能在那裡喊口號 你就不可能坐在那邊不動 你一定是四處拍攝 然後你一定是在訪問別人 或者是做一些採訪該做的事情 就是說這兩種身份其實在現場 坦白講其實是很容易 我認為是很容易區分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今天警察怎麼認定 當時在跟警察溝通的時候 當我們告訴他說 這個公民記者是一個 是一個這樣的概念的時候 那事實上 當時大家是有共識的 就是說當你到現場的時候 警察的處理就是 你說你是記者 我就相信你是記者 就你說你是你就是 那為什麼警察 可以這麼放心的 相信你說你是你就是 原因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因為 他可以從你後續的動作裡面 看出來你究竟是或不是 那今天你是一個默默無名的 接下來就是說 你是或不是這個問題 之所以成立他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 你可能並不是一個廣為人知的媒體機構 或是一個廣為人知的獨立記者 像朱淑淵這麼大咖 這樣就 你可能沒到那麼大咖 所以大家不知道你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跟我今天 如果說我新辦一個什麼報紙 然後我第一天出去採訪 其實問題是一樣的 那於是就是說 今天在現場 警察可以做租班的處理 他可以做寬一點的認定 你說你是你就是 然後於是我看你都在採訪新聞 那當然我就算了 對 但是一旦警察對你做比較嚴厲的處理的時候 那這後頭還有法院嘛 於是就是說今天 假使你真的 我是一個單純的公民記者 但我不信被警察逮捕了 然後被控告一個 這個入侵行政院的一個罪名的話 那今天我到了法院之後 我當然可以出示 我在網路上的一些報導 那如果說我只是為了這個貼兩張圖 來讓我女朋友按讚的話 那你當然就 你就入侵行政院了 因為你不被認為是一個媒體的報導 當然我們這裡把媒體的報導 定義放到最寬最寬 那但是如果說你在 即使你是一個默默無名的 但是你確實是 有一個跟讀者約定的一個 大家比較公論的一個報導平台上面 秀出你的作品的話 那你在法院的這個抗辯過程當中 當然也是對你非常有利的 我是這樣看這件事 好來請 我有幾點那個回應 我想那個是一個觀念上的問題 阿笨跟那個李先生他們的一些問題 我想是觀念上的一些 必須澄清的問題 公民跟公民記者的確是有差別的 今天這個座談會 如果你只看大概頂多一百個公民記者在這裡 台灣大概有一千多萬公民 為什麼一千多萬公民只有來了一百多個 因為這些一百多個公民記者 關心的是公共事務 他關心的新聞怎麼報導 所以公民跟公民記者的確是有區分的 但是我們不能說那些公民 不做公民記者他們就會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就是因為公民記者關心公共事務 所以這些人會花時間去報導 另外一點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鼓勵 公民記者要像商業記者一樣進總統府 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你就算進總統府 你又能夠做得比那些幾十家報紙 電視台做得更好嗎 我們應該是到商業記者不去的地方 到社會各個角落去看商業記者不做的公共事務 進立法院並不表示什麼 因為立法院是人民的機關 進總統府就不一定 我是覺得說 我不認為說公民記者堅持說要到行政院 到總統府去了 不必要的 你可以到行政院那邊看 那些鐵架子擺在那裡 為什麼擺在那裡 你可以從公民記者去報導 但是你不要進到裡面去 你可以想像 假設今天有五萬個公民記者 每個都想去總統府 蔡英文不用辦公了 這個是一個回應 那邊要回應 挑戰與回應 沒問題 那剛剛專家說提到的就是說 公民跟公民記者還是有區別 那我當然沒有錯啦 差兩個字嘛 一個是公民 一個是公民記者 那只是說 我慢慢的接觸到媒體之後 當然我聽了很多教授跟我們講 上課什麼是 我們上班嘛 什麼是媒體 什麼什麼 後來上完之後 我覺得我非常非常的同情商業媒體 因為商業媒體它就是應該要報導 要有廣告費 它才有收入嘛 我今天換個角度 今天如果我是商業媒體的老闆 我一定做得比商業媒體更商業 因為這是它的business嘛 我商業媒體 它叫商業媒體嘛 當然沒有錯 它可能有社會責任沒有錯 那就要看它做多少啦 所以有些媒體 那可能百分之九十 做它賺錢的事情 那百分之十做一些幾個專責報導 來衝一下 有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說 反而我認為 我會同情商業媒體 因為它有商業掛帥 所以更顯得公共電視的重要 我想以這樣的來反 公共電視原來是這麼的重要 這是第一點我想 對媒體的一個認知 第二個剛剛老師提到公民跟公民記者 就像今天都沒有商業媒體來報導 我們全台灣的Peple的公民記者的報導 我不曉得是公共電視沒有發新聞稿 還是沒有人來 我們這樣算公共一個發展過程 沒有商業媒體來報導 那這樣我們自己來報導 所以今天我就為什麼 今天我特別的用兩個報導來做這件事 對我來講我本身是一個公民 那我幾乎我時時刻刻都是公民記者 當然這可能跟老師的認知 你所謂的公民記者 你要報導什麼才叫公民新聞 所以這就變成我認知的問題 我認為我身邊的任何事情 都是我的公民新聞 所以我剛剛已經在拍很多鏡頭 我今天來跟你吃個飯 跟你聊個天 一個小販 就像我們每次去台大 台大那個集思館 旁邊有個土地公廟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每次大家去台大那個公館 不是有一個集思會嗎 旁邊的小路有一個土地公廟 那天我就去參加那一個會 結果那個小路我進去 原來是一個土地公廟 台大的 我就做了一個新聞報導 那當然我想要救教老師 我來報導地方的風情 你每天常去的集思會 的那個會議場所 旁邊有個土地公廟 這土地公廟 有那麼好的一個故事 牽涉到牽涉的事情 這樣算不算公民新聞 如果這樣算公民新聞 我就認為說公民跟公民記者 幾乎是沒有區分的 除非你認為說公民一定是報導 某某某某某 如果是你的小故事 是我的大新聞 我任何時間都是我可以報導 我任何寫個FB 對不對 都是公民記者 這是我的認知 OK 謝謝 謝謝阿伯 我覺得阿伯講的 跟張老師講的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說 張老師知道講說 我們不一定要去什麼 行政院總統府 因為那幾百人的人 其實很多地方是 大家不注意的 比如說台大旁邊的土地公廟 就沒有人注意嘛 所以公民記者就做這種新聞 對 我覺得是不是 我的理解應該是這樣 好 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 現場還有沒有 來趕快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太多了 再舉一次 等一下 都舉好 1234 黃哲甯老師 等一下 好 那就是1234 都現在都有權利 再舉一次 來我辯認一下位置 1234 好 那五 洪老師 這五個都有權利 我們一個一個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跟主辦單位爭取 多十分鐘 那一一簡單陳述完問題 好 一起回答 好 但是請大家發問的時候時間請簡短 好 那我們這個敬老尊賢一下 明海兄先 不好意思 原來老頭子也有優惠 我是公民記者謝明海 請接載 謝謝 剛才聽到陳秉鴻博士對於公民記者給予非常高的期許 這個相當受寵若驚 但是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因為他後來說 如果以為掛個公民記者的名號 就可以隨心所欲的討論任何事物 其實這樣只是做記者雜記的態度而已 根本稱不上是公民記者 針對這個我會以公民記者的立場來談談公民記者 也是一樣 我明天中午十二點之前 會PO到PayPal上面 歡迎大家一起討論 謝謝 悠閒好 來 剛剛好 好像還有一位 是不是 好 這位剛剛是哪一位 對對對 這位那個 好 我Michael 那我 不是公民記者 不算 那我 我是一個 有參加G0V的 那我只想快速的講說 第一是14年的一個太陽花學運 那還有一個隔一年是佔領行政院 那剛剛 剛剛就說我們避免大型的一個場合 可是這邊的話 剛好有機構記者 尤其是有電視台 所以說 太陽花的時候有個拖鞋阿伯 就這個東西 在那邊做直播 然後一個 一樣那個在現場的那個 那個 另外一組就是 剛剛說那個 佔領教育部的 他們就是一個腳架跟手機 一直在做 連續十幾天一直在輪班 在做實況轉播 那我本身都做後勤 包括存短 把一個直播都移交給中央研究員 那所以就是說 我剛剛只想說了一件事情 重點是說 像這個我們當初做這個任務的時候 大家都不是 他們的目的其實只是說 叫做資訊透明的傳遞 那跟所謂的新聞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呢我們就用網路 就是SNG SNG車這樣子 戰鬥力就可以做到了 那這樣的話 對你們機構記者的想法是什麼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看法 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在中正社大學習 有關公民新聞的課程 那也今天很謝謝老師 我們老師在前面 陳老師 介紹我們這個研討會 那我想要簡短的問就是說 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也提到公民記者的一個倫理守則 我覺得很好 那就是 事實上有多少的一個案例是 是真的是 比如說他對於政治上面的這些運動 他要去參與 而產生了一些公民跟公民記者界限的問題 比如說紅素族的事件 引發了很大的爭議 那也提醒我們公民記者 倫理的這個事情 那有多少的 就是說 我們知道的是 真的有去衝撞 是真的有去政治的 比如說太陽化運動 比如說其他 或是總統府 有沒有這樣的案例 謝謝 大家好 我想請教一下 我在Payboard有兩個帳號 一個是我自己的公民記者 一個是公民記者帳號 一個是我們協會的公民記者帳號 那我常會幫協會做一些活動紀錄 那我就有一個疑惑就是說 對於運動者跟記者之間的這個界線 請問你是哪個協會 我們是動保協會 台灣動品權促進會 那比如說我幫協會做的那個公民新聞 可能主要啦 還是要宣傳我們協會所作所為 然後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可是有時候如果採訪到比較負面意見 比如說有些當地的理長 他可能不贊同一些流浪狗的狀況啊 或是他的發言可能是我們理事長 不希望出現在公民新聞上 那我可能就不能幫他出現 那有時候就會有點困惑 就是說我主要是要幫協會做宣傳 讓大家來肯定我們呢 還是說我要以公民記者的身份來 做出正反兩面都有的報導 不曉得這個中立和客觀 要如何去這個拿捏 謝謝 真的非常深刻 等一下請老師們 對號入座覺得對自己 應該有責任要回應的來回應 黃老師 謝謝齁 我就很快其實是回應剛剛 與他人談的幾個論點了 我想第一個大家在談那個 就是作為如果在一場社會運動裡面 作為一個運動者跟記者的界線 那我基本上我其實還蠻同一致的看法 因為其實台灣的那個大法官的解釋文 689號基本上他是才實質認定 他其實在意的是說 你從事的行為本身 是不是一個在採訪 或者是報導新聞這樣的一個行為 我想其實我們共同面對的是說 其實現在有很多新的現象出現 所以公民記者他本來就是跨越了 作為一個單純的公民 或作為一個單純的記者 這樣的一個身份 因為他非專職的 一個處境的存在 那第二個我其實想回應的是說 就是洪素竹女士那個事件 然後也談到一個論點 我也在想這個論點的 還可以繼續討論空間 就是說一個公民記者 他是不是受到超乎他個人能力的 道德評價的這樣一個觀點 因為個人在觀察這個議題 我覺得有幾個現象 那當然志德他談說 因為當時他的這個 這個言論本身並不是在 這個平台 他是在他個人的 那所以這邊涉及到的是說 一個有公民記者身份的一個人 他在個人的平台的言論 那這其實有兩個可以比較的個案 一個是那個便當文的事情 對不對 就是說四方報的記者 他不是在四方報 談這樣的一個假新聞 他其實是在他個人的FB 那另外一個我剛剛其實想到 是范蘭清的言論 一個公務員 他不是利用他公務員的身份 那這樣的一種言論 非他本質之外的使用平台 或者是身份的言論本身 跟他本質之間的關係 不過當然我覺得 確實這個都還可以再討論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 我當然覺得這個過程比較可貴 是說 Pepl他作為一個公民新聞的平台 他怎麼樣去啟動一個社群 對於這樣的一個社群裡面成員的行為 所做的一個自律跟集體的討論 怎麼樣去面對這個事情 我倒是覺得說 從平台本身的角度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蠻可貴的過程 就做這兩點回應 謝謝 老師們來回應 秉鴻你剛剛有 明海兄是不是有cue到你 他明天才要封 好 那你再給他 再另外回應 好 那這個阿Ben 剛剛經理說不為紅樹豬講話 我現在要為紅樹豬講話一下 我想我跟紅樹豬之前 他在我們很多拆拍他也都來 我也認識他 我也採訪過他 當然當時他做一些有關台灣民政府的政治報道 事實上那時候我們都覺得是笑話 他還拿他的身份證給我看 我印這麼漂亮 比中華民國印得還漂亮 我都看了 那我就當作笑話 因為我們覺得就像 我認為就是一個宗教的信仰 你信仰誰會怎麼樣 那是真的嗎 我信仰是真的嗎 但是我認為當時他做的都是在言論自由裡面的內容 我們都當作笑話 沒有理他 已經一兩年了 突然有一次在廉價中 我就覺得是不是沒有新聞 然後一直在炒作這個東西 哇 突然樹豬變成全國性人物 哇 我早知道我們也來隨便弄一弄 也沒有全國性人物 如果要那個收視率的話 突然我就覺得怎麼是這樣子呢 後來我就去了解一下 慢慢慢慢的 等等他那個 我認為他那個報導是不好的 這個是OK的 就是說不應該用那個動作 但是我認為那個影片是在 不是在Peple上面報的 在別的地方報的 慢慢慢慢有些商業媒體就開始打擊了 什麼公民記者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奇怪 那時候我都不太敢跟人家講 我是公民記者了 哦 你是樹豬 所以說我認為說 後來我就在把我們那個Peple的 十五條自律公園 對出來 我一條一條對 我發現沒有一條適合樹豬的 我們十五條自律公園 有沒有違反這一條 沒有 沒有沒有 奇怪 都沒有違反啊 就是我的 所以我再說 要幫他講的話 這十五條我一條對 都沒有一條違反 除了你來訂一個 第十六條 OK那我沒話講 OK那我 這是針對訴諸事件 我的講法是這樣子 我認為是 商業媒體為了特定的目的 比在連續連假中 炒作的成分比較大 OK 很快很快回應三件事情 剛剛有一個朋友問到說 是不是有哪一個這個 公民記者曾經在這個 採訪場合做出非常不適當的表現 或是政治展示而被那個 就我印象當中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那那那沒有當然對大家是一個喜訊 就是表示其實我們對於 對於這個專業的這個 這個這一條紅線其實是守得很緊的 反倒是其實是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2006年 事實上是有一位機構記者 在採訪陳水扁的場合 然後陳水扁走進來 然後他喊了一聲阿扁下臺這樣 就是反正是有 我們有過這樣的案例 那這個機構後來怎麼處理這個記者 那反正大家就自己查簡報 那其實好像其實沒處理 對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個就是說 跟張老師對話一下 就是說我不太認為 就是說公民記者應該先天的把自己的角色 限制在說那些商業媒體不做的 不做的東西我才去做 我覺得反倒應該是今天我所關注的議題 它到哪裡我就應該要追到哪裡 就是說今天這個東西它在什麼樣的機構 我就應該要試圖到什麼樣的機構去採訪 而不是先天的去設定說 商業媒體所涵蓋的領域 他們都做得很好了 那事實上現在我們看到的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商業媒體譬如說舉一個例子 我自己比較熟悉的 譬如像兩岸關係或者中國新聞 他們商業媒體都做得很爛 那做得很爛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這個每一個老闆背後 大家也許都會有這個 在中國有生意的考量 那在這種時候我反而認為像這樣的領域裡面 我商業媒體其實它也都涵蓋了 但是它還是有很大的破口 那這個破口 我理想中的狀態是應該有公民記者進去補足的 那只要你夠專業 我認為你就應該有資格進到那個現場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擠進去 但是 但是 但如何被認定為很專業 這個事情如何化為一個分配採訪資源的標準 這是我剛剛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而不是主張說所有人都有權力跑進去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啦 那第三個就是說 便當文這件事情跟這個洪素珠的差別 我認為在於說 便當文這件事 張正他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他自願放棄了媒體負責任 跟媒體記者這樣的身份 就是我辭職了 就是說他是自願放棄的 那但是洪素珠這個事情是因為 我覺得他有一個比較大 就是說他某種程度是被隔除了 某一個發表的權利 我覺得那個自願 我覺得我今天為了自己言論不當 我自願放棄記者的身份 我自願放棄這個新聞商的職務 跟某種程度被人家隔除了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差別 那剛剛有一位朋友問就是說 洞保協會那位朋友 他自己的作品跟他代表協會的兩個帳號的問題 不知道現場有沒有哪一位要回應一下 那個秉鴻有沒有對他剛剛那個問題有沒有什麼效果 其實這個問題讓我回想到我1980年代末期在中國時報工作的時候的一種情況 那時候剛好台灣開始很多的環保新聞的出現環保的運動 那時候我們報社有兩個 到時候到後來我到中時網報 那時候報社有兩個很有名的環保記者 一個叫楊憲宏 一個叫方劍 我們報社一直在討論一個問題 到底記者是一個鼓吹者還是一個總理者 我其實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答案 但是我會很清楚的 如果你問我說 如果你在做一個動保新聞 我覺得他就應該有各種不同的意見陳述 如果我在做一個 我在鼓吹動物保護的一個團體 我需要PO一些我的動物保護的一些鼓吹的理念 這樣子的影片 我覺得正面的那倒還好 但是我覺得我會將這個區隔 我為什麼停留 我剛剛一直討論在公民公民記者 我不去討論公民新聞 因為我怕我會落入到我們傳統 在整個機制裡面的學習新聞 其實是非常狹隘的定義 說不定從剛剛阿編裡面所談的 對我來講在傳統的訓練上 我都覺得那都不是新聞 可是不要忘了 那個定義其實是有侷限的 而且現在的時代跟我們早年 其實我這幾年一直在想做一件事情 我能力不及的 就是說什麼叫新聞 也是回應這個場次 所以我剛剛其實一直都不敢去談新聞 一個小販在鄉間賣菜 我把它記錄下來 這到底是我的鄉間郵寄 還是一個公民新聞 我覺得這個界點我們可以去被討論 一群小朋友為了一個目標 騎腳踏車 他是一個新聞 各位不要忘了新聞有一個人情趣味 我們如果回到傳統的那個概念 人情趣味是新聞 可是是不是所有的人情趣味都應該成為新聞 我常常再舉一個例子 陳秉鴻的演講不是新聞 林志玲的演講是新聞 但這個是傳統的定義 我們不就是希望好好的去改變這樣子的定義 所以我還是回到我剛剛一開始 我其實沒有準備要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做 兩個層次 第一個 記者到底是一個鼓吹者還是中立者 第二個什麼叫新聞 這兩個其實我都沒有答案 所以剛剛只是做一個回應 我不敢說 我會提供各位什麼比較寶貴的建議 謝謝 那我們的 我們跟主辦今天 我們跟主辦今天 主辦大概申請載員的時間也已經到了 好 那這個 好 那就謝謝各位 那我覺得 真的是 其實 大家的疑問 其實 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也不斷的在自問自己這些問題 對不對 我到底是應該是一個中立者 還是一個鼓吹者 我的中立是什麼意思 我不是一個電線桿 即使我是一個中立的人 我站在那裡 我還是會介入了這個場景 這其實在新聞 新聞的專業倫理裡面 也一直被討論 所以各位不要覺得 這些問題是有答案的 其實這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可是我想 去思考跟不斷反思這件事情的過程 我覺得 就是很重要的意義 在我們的公民新聞學裡面 也許我們應該開始有 公民新聞學這個事情發生 從 也許從這個研討會開始吧 OK 好 謝謝各位 請問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